保羅達提多書 第一章 為提多祝福 上帝的仆人 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 憑著上帝選民的信心 與敬虔真理的知識 盼望那無謊言的上帝 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到了日期 藉著全洋的功夫 把他的道顯明了 這全洋的責任 是按著上帝我們救主的命令 交託了我 現在寫信給提多 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 作我真而指的 願因為平安 從父上帝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 歸於你 論監督當如何為人 我從前留你在隔離底 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設立長老 若有無可指責的人 指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兒女也是信主的 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 就可以設立 監督既是上帝的管家 必須無可指責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之事 不打人 不貪無義之才 樂意接待遠人 好善 莊重 公平 聖結 致詞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 就能將純正的教訓 勸化人 又能把爭辯的人 博倒了 當斥責全義教者 因為有許多人不服約束 說虛空話 欺控人 哪奉割禮的更是這樣 這些人的口總要堵住 他們因貪不義之才 將不該教導的教導人 敗壞人的全家 有格里底人中的一個本地先之說 格里底人常說謊話 乃是惡壽又慘又懶 這個見證是真的 所以你要嚴嚴的責備他們 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存無恥 不聽猶太人荒妙的言語 和離棄真道之人的戒命 再潔淨者凡物都潔淨 再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 再污謂不信的人 什麼都不潔淨 連心底和天良也都污謂了 他們說是認識上帝 行是卻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惡的 是撥益的 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行為我們特效用來 請問問是可憐的 這個不算是可憐的 好看 請問問是可憐的 請問問有理督